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爱呀 好正点 诗与兽都有福 爱与被爱的生命故事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会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专题 爱呀 好正点 我因为主持POP最正点的关系 访问过非常多的来宾 那其中台湾第一位 视障心理师朱新仪 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在15岁的时候 因为长脑瘤 双眼失明 但是在15岁之前 她是一个品学兼优 非常有才华 学业优异的模范生 那在她15岁 双眼激进师名 幼儿全聋 走路必须拄着拐杖的她 没有对自己放弃 她在勇敢追梦的历程当中 曾经对世界抱怨 她曾经恨老天 恨父母 恨自己 为什么这么残酷的事情 会降临在她的身上 可是她发现她必须转念 因为她发现 她有更多的能量 可以借由她不用眼睛 可以发现别人 隐藏很好的情绪 于是她激进双眼失明 幼儿又全聋 但是她是师大特教系 心理辅导研究所 毕业的高材生 也考上了台湾第一位 视障心理师 所以我想做一个主题 叫做爱呀 好正点 这个爱是love的爱 我邀请了朱新怡 视障心理师 跟我一起来担任主持人 一起来访问几位 在生命当中 也是像不倒芦苇一样的 生命斗士 我们今天会一起访问的 生命斗士是肖建华老师 肖建华老师 人生的历练 比心仪还要的深刻 肖建华老师 她并没有出生在一个 受到祝福的家庭 她小时候因为家境清寒 被送到了孤儿院 11岁的时候 被一位退伍的老兵领养 有机会享受到短暂的家庭温暖 但是好景不长 国中的时候养父病逝 她就要负担起全家的经济 要去送报纸当学徒 而杨母也在之后过世了 她于是要一个人面对 她茫茫未知的人生 于是她开始半工半读 抱着人生的憧憬跟理想 从成功大学中文系毕业 但是当时她也已经36岁了 她一般的经历比我们晚了十多年 可是她同样没有对人生灰心 她毕业之后 原本准备要结婚 展开她下一段的激励人生 可是造化又弄人 在那个时候肖建华老师 发现她罹患了剑洞症 于是她的未婚妻离开了她 当时医生宣告她只能活三到五年 老天爷给肖建华老师 是非常悲痛的旋律 可是肖建华老师 要为她自己补上快乐的音符 她一路上在不受祝福的童年 到发现自己是剑洞人 然后她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位受课的老师 她到处去演讲 希望能够把自己正能量 甚至在贫困的成长岁月当中 她的学习能够跟更多人分享 于是她在医生宣告 她只剩下三到五年生命的时候 她决定向有限生命来挑战 她告诉自己要完成全台湾一百场的校园演讲 她寻回各大学校去演讲 大家知道吗 在2019年的现在 肖建华老师已经将近要完成两千场的演讲了 肖建华老师的人生追星之痛不仅仅于此 她在发现自己是剑洞人 然后努力让自己爬起来的同时 她有一位心爱的学妹在照顾着她 她也有一个人生当中奋斗的唯一房子 却又在一场大火当中烧成灰烬 而她不离不弃的女朋友 也在这场大火当中丧命 如果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到了这里 会觉得肖建华老师是如何再站起来的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我真的被命运给打倒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台湾第一位视障心理师 朱欣怡一起来访问肖建华老师 剑洞人肖建华老师 她超越了生命的界限 她说剑洞的是身体 但是她的心没有被剑洞 我们就来听一首张惠妹的旅程 我们等一下进入今天的爱养好正点 像苦与天交迟的景色 春天的花冬天的寒冷 都是色彩冰粉的人生 Sunny day with the rain together 时间转动着古老的缘分 黑暗的夜明亮的早晨 那都是我们风生的里程 米湯 詞曲 李宗盛 當我害怕的時候 什麼都沒把握 勇敢總是在左右 太困難的夢陪我一起做 每當傷心開始低頭 快樂悄悄總盡對我訴說 以後的天空會有彩虹 Sony day with the rain together 像枯雨天降致的景色 春天的花冬天的寒冷 都是色彩繽紛的人生 Sony day with the rain together 時間轉動著不老的緣分 黑暗的夜明亮的早晨 那都是我們 蒙生的旅程 Sony day with the rain together 像枯雨天降致的景色 春天的花冬天的寒冷 春天的花冬天的寒冷 都是色彩繽紛的人生 Sony day with the rain together 時間轉動著不老的緣分 黑暗的夜明亮的早晨 那都是我們 蒙生的旅程 哎呀 好正點 屍與獸都有福 愛與被愛的生命故事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剛剛上一段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生命鬥士 蕭建華老師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還加入了guest的主持人 視障心理師朱鑫怡 等一下鑫怡會用心理師的角度 也一同來訪問蕭建華老師 兩位好 蘇維姐好 大家好 蘇維姐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蕭老師的背景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 已經大致跟大家分享過了 蕭老師 蕭老師她從小面對的一些困頓挫折 或者是之後生病了 然後面對生命當中的苦痛 她還是依舊非常熱忱地面對生命 蕭怡你有什麼問題要請教老師的呢 我覺得在心理學裡面 就會覺得老師的生命真是個奇蹟啊 我不知道那些奇蹟是怎麼造成的 尤其我看到一個最明顯最明顯的 來到我們物壇室裡面求助很多的人們 都是因為兒時的經驗 早年的經驗讓他們很受苦 那在我們心理學界也有一個很常見的名言 叫做幸運的人是用童年治癒一生 但是不幸的人是用一生治癒他的童年 所以早年的經驗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在蕭老師的身上 你看從一開始的孤兒院被領養 養父養母陸續去世 然後又遇到一些同學可能有霸凌 嘲笑著這樣的關係 在這樣子的童年經驗裡面 為什麼蕭老師還能長出 這麼堅毅的靈魂 這真的讓人很難以想像 不知道蕭老師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我也曾經感覺到很受傷 在學校被同學這麼無情的霸凌 我曾經哭著回御幼院 牧師看著我淚流滿面的回來 問我怎麼了 我跟牧師說 在學校同學笑我是沒有人要的野孩子 牧師拍拍我的頭 傻孩子 牧師愛你 育幼院裡那麼多老師愛你 同學笑你 請你明天去找那個笑你的同學問問他 你們家誰有像我們孤兒院一樣 三千多坪 沒有像孤兒院這麼大的家 你沒有資格笑我 你哪個同學家裡有像你一樣 三百多個兄弟姐妹 他們沒有那麼多兄弟姐妹 他們沒有資格笑你 你擁有的這麼多 嘴長在別人身上 不要讓他那張嘴決定你的樣子 我能夠要求自己 就是始終保持一顆善良的心 別人怎麼對我 那是他的選擇 但是你可以給自己選擇的 就是要做一個善良的人 保有一顆赤子之心 這顆心你要懂得開 你要懂得關 懂得開 是去接受別人給你的溫暖 懂得關 就是當那些冷嘲熱風 那些不必要的傷害 在外面興風作浪的時候 把心關起來 讓自己安安靜靜的在自己的 心靈世界裡 享受你所擁有的這一切 不要管別人的嘴 管好自己的心 該開的時候開 該關的時候關 但是當時蕭老師 你還是個孩子啊 對不對 孩子的心理素質 或是你面對外界的一些 給你的冷嘲熱風也好 其實孩子就是孩子 你當下怎麼讓自己去 去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孩子 我們用年齡來 橫斷你是不是孩子 可是在我們那個環境 我們被迫一定要比 同年齡的孩子更早成熟 我還沒進小學 就已經會自己燒水洗衣服了 還沒有進小學 就知道自己吃的飯 吃完飯後自己要去洗碗 還沒有上小學 你就知道自己要鋪床 疊背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會幫我們做這些 我們必須要靠著自己 孩子是我們的年齡應該是個孩子 但是在那個環境當中 我們必須要強迫自己成長 我要比其他孩子更早一步成長 所以我是覺得在那個階段 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們的心靈素質 其實就已經開始被訓練 被磨練 會比一般人要成熟強壯很多 是 而我也看到是 就其實 很多很多這樣有早年經驗創傷的人們 很習慣是心裡會有一個孤獨的角落 不被愛 沒有價值 我很孤單 然後永遠不可能有人了解我 有人接納我的感受 可是我覺得聽了蕭老師的故事 我非常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 你不要只看外在事情 你就覺得他沒有愛 其實每一個人只要能心打開 感覺那個愛 無處不在耶 那個牧師好有智慧喔 因為 對於蕭老師來說 他人生的試煉是從小就開始了 而且這個人生的試煉是沒有停止的 對 一波接著一波 一波接著一波 對於蕭老師來說 不僅是被收養 然後同學對他的不理解 說他是沒有人要的孤兒 到終於自己奮勇奮力 然後唸了自己喜歡的大學的科系 很好的學校 之後又要面對 天啊 什麼叫劍動人 所以你那時候聽到劍動人三個字 又想說這什麼啊 這種罕見的神經病變 我想都沒有想過 我想都沒有想過 真的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一年 就不過出現那十幾個病例 為什麼是我 對 而且我已經這麼辛苦的活到 現在這麼努力的 為什麼還有 劍動人這種疾病找上我 你當時有很怨對嗎 當然會 各位 你們可千萬不要以為我是神 我跟各位一樣 平凡 你會傷心 我會難過 你有煩惱 我有壓力 你會哭 我也會掉眼淚 我們都一樣平凡 遇到不如意的跌倒在地上 你會覺得痛的 我也會 因為我們都一樣平凡 所以遇到這種不想遇到的事情 第一個念頭 當然就是抱怨 為什麼老天不長眼 我這麼努力 你都沒有看見這三十幾年 我為人生付出了多少 心血 為什麼正當我在期待的 人生要有美好收穫的時候 要讓我來面對這一切 不公平 那時候唯一的抱怨就是覺得不公平 生氣之後 開始想的就是 失望 因為我要面對的就是 不會更好的未來 更辛苦的明天 更辛苦的日子 那時候心裡面想 我還要再這樣熬下去嗎 還要這樣折磨自己折磨到死嗎 腦筋轉得快 不要了 我第一個念頭 我給自己問的問題 我也給自己找到答案 我就是不要了 這樣的人生 我不要了 當時覺得太累了 好苦啊 太苦了 好不容易覺得 一關過了一關 那每一關 你都是 復蘇比別人多十倍百倍的 力氣 才去把它熬過來的 你讓別人念大學的時候 有爸媽可以幫忙 張羅學費生活費 我一分一毫都只能靠自己 從高中補校 這麼一路念完大學 沒有半點僥倖 真的沒有半點僥倖 蕭老師念完大學 他念完了成功大學中文系 他已經36歲了 我都罵了人家十幾年才把大學念完 人生 罵了人家十幾年開始 我一直不敢放慢腳步 一直很賣力的向前走 但是卻在 好不容易念完了成功大學的中文系 想要當一個老師 的時候 卻被醫生宣判 得了罕見疾病 見動人 而且醫生還說 可能最多只能活三到五年 天啊 對 連我們都覺得不公平 老天怎麼那麼不公平 好 所以對於很多的聽眾朋友來說 會覺得 哇哦 蕭建華老師的人生怎麼 比三立或明示連續劇 還要更戲劇 真的 這個人生到底要怎麼樣去面對 而且其實生病了之後 接二連三的試煉 沒有少過 沒有少過 真的哦 好 那剛才欣怡也提到了 以心理學角度來說 其實面對從小的一些壓力也好 或者是失去也好 其實你內心一定會有一些需要去補償 或者是你用另外一種方式去面對 但是蕭建華老師他取代的是他現在已經將近完成了快兩千場的演講 分享給各地的朋友 他用他很強的生命能量再告訴大家他能我們也可以 所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回來再繼續訪問蕭建華老師 愛呀好正點 屍與獸都有福 愛與被愛的生命故事 今天節目當中訪問到了是生命鬥士蕭建華老師 市場心理師朱欣怡 欣怡也在現場我們一同來請教老師的生命故事 好剛才蕭老師已經提到說 被宣告生命可能即將只有三到五年的時候 其實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都覺得天吶 我的人生還不夠累嗎 那就心理師的角度 其實我們有這樣子的吶喊應該是蠻正常的吧 非常正常 每一個人遇到那些創傷的時候 一開始的驚訝否認 然後到逃避不想面對放棄 真的放棄比努力容易多了 對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蕭老師剛才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是一個平凡人 就你們有的情緒我也有 你們有的低潮我也有 可是這個不平凡 就是這麼平凡的一個人 為什麼他選擇了這麼一個不平凡的人生 到現在有1900多場的講座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了 我確實是跟大家一樣都平凡 認真講起來 想一想自己平凡的近乎卑微 可是我覺得這一生走過的這一切 特別是在我面對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的時候 醫生告訴我我只剩下三年五年 我能一路玩到掛嗎 我沒那個本錢 因為慢慢的我必須要去接受到 我肢體會越來越不方便 我沒有那個本錢可以像 像有一部好萊塢電影 一路玩到掛 那一想到再過幾年 誰要來幫我穿衣服洗皮帶 對 誰要來幫我盛飯夾菜 有誰會來幫我擰毛巾擠牙膏 誰要來幫我洗臉刷牙 我沒有爸爸媽媽 我沒有兄弟姐妹 以後我要拜託誰來幫我做這些 你一想到未來日子會那麼辛苦 就像剛剛欣一老師說的 沒錯 放棄比努力來得容易 我那時候也總覺得 面對那個不會更好的未來 放棄那是我唯一也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正當我準備要打開 我從超市買來那一包木炭 準備要結束生命的時候 就這麼不經意地在電視機畫面當中 瞥見了更多比我不幸的人 我安安靜靜坐在電視機前 看完了一小時的節目 我這才驚訝地發現 我幸福了三十幾年 我竟然一直沒有發現 有些人一生下來兩眼全忙 來到了這世界 不知道這世界長得遠長得扁 跨年的煙火放幾秒 台灣燈會有多漂亮 直接對他們來講 一點意義都沒有 他們什麼都看不見 我這美麗的世界 我已經看了三十幾年了 我把看得見這種幸福 當成我理所當然應該有 我卻沒有想過 那些看不見的人 他們就活該沒有 幸福對我來講 那樣理所當然 那他們呢 我還看著那麼一群辛苦的人 在那麼艱困的環境中 都沒有自暴自棄 我擁有的還比他們多 他們都沒有自暴自棄 那我 我為什麼不能夠把握 最後剩下這麼一點時間 再多一點點努力 人生不會因為生一場病就這樣 各位 人生不會因為一次挫折 就這樣 只要你願意勇敢 你願意再努力 人生一定會因為我們的選擇變得不一樣 果然 因為我的選擇 我的人生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所以老師當時一個轉念 然後一個給自己的機會 所以老師當時發下了一個願望 他覺得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就一百場 就一百場 所以當時 沒有很多 只要一百場 對 所以當時 老師覺得一百場之後 可能生命會到盡頭嗎 我那時候就算一算 我大概剩下多少時間 算一算 那時候每個月大概 有幾場的演講要約 我給自己定下一個很合理的目標 一百場 只要講完這一百場 我的人生留下一張一百分的成績單 我覺得在我這一生中 如果能夠留下這麼一張滿分的成績單 用這張漂亮的成績單來證明 這美麗的人生 我肖建華 來過了 活過了 很精彩 很燦爛 老師你在每一場的分享或演講當中 看著台下的人給你的回饋 或是他們的眼神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心裡默默覺得說 再多加一場 再多加一場 會啊 當你看著自己的生命故事 能夠讓底下的聽眾感動的時候 你會告訴自己 我希望可以回到 光榮的回去 南投的山上去 安安靜靜等待生命結束 我最後就只想安安靜靜的 等待生命結束 就像是欣怡也是一樣 欣怡在面對自己的雙眼看不到 或是肖老師在面對她的四肢 可能漸漸的不聽使喚 漸漸的沒有力氣的時候 但是你們所感受到的 可能比原本欣怡能看到 或是肖老師手腳能動的時候 會不會感受能力更強 這個我不敢說 別人都好像覺得我們有通靈能力 其實沒有 對 但是我覺得我在肖老師身上看到了一個 非常讓我觸動的東西 就是我每次在帶中途失明 或中途至殘的這樣的成長團體的時候 每一個人進到團體來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 最可憐的人 但是當看到別人的生命 當聽到別人的故事 然後就會發現 人真的是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珍惜擁有的 可是也不用透過自己真的要失去 有時候聽別人在說的時候 他們的力量就找回來了 就更珍惜現在自己所擁有的 對 就像是我也很佩服欣怡 她成為全台灣第一位視障心理師 她還在輔導別人幫助別人 而且是行動視障心理師 那肖老師 你在面對自己肢體開始 這麼不聽使喚的時候 生活大小事都必須要 你慢慢的去克服 你覺得歷程走到現在五十幾年來 你覺得人生在最彷徨的時刻 大概是什麼時候 一無所有的時候 但那也是我最勇敢的時候 你說那場火災嗎 對啊 這就讓我想到 在我完成那一百場演講之後 不到一個月 一個暗夜 一場大火燒掉了我一輩子的心血 還讓一個善良的學妹 在那場火災當中往生 那時候的我 就是一無所有 你不知道 在這世上還有什麼值得你留戀的 真的 還有什麼你能依靠的 那時候最徬徨 不知道下一秒 你吸進來的是空氣 還是毒氣 那時候你可真的毒氣吸一吸 死一死算了 真的 那時候 真的 好難 但我說最徬徨的時候 這也是我常常會跟人家分享的一個 如果你覺得 你的人生已經來到盡頭了 這條路 我走到盡頭了 太苦了 太痛了 我熬不下去了 往往我們以為 這就是生命的盡頭 我常常會問人家 那你看到 柳暗花明了嗎 如果還沒 這就不是人生的盡頭 因為 有一個地方叫做柳暗花明 又一村啊 那一村在哪裡 就在山窮水盡處 當我一無所有的時候 我再也不用擔心我會失去什麼了 我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時候的我就最勇敢了 當時真的是一無所有 因為老師花了好大的力氣 後來面對自己的生病 但是 在 各方的邀約來之後 你又開始覺得 生命當中應該有一些 可以點燃別人的地方 點燃自己的地方 但突如其來一場大火 燒掉了所有老師的一切 也燒掉了 當時照顧著老師的一位 可愛善良的學妹 天啊 太難以想像的傷痛了 我不知道 老天怎麼真的是那麼殘忍 太殘忍了 但是 蕭老師你當時 你想著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應該是之後的事情吧 當然 你當下又是覺得說天啊 又是一個平凡不過的 我再一次又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在那一無所有的時候 後來呢 你看著身邊 我大學的同學 我大學的老師 我的朋友 他們依然不離不離的 守候在身邊 自以為一無所有 其實 你再看一看 你並不是一無所有 你還擁有很多 只是 你只看著你失去的 你就會忽略了你還擁有的 轉過頭來 把心打開 才真正就去看到 還有那麼多值得我勇敢活下去的 面對失去 你會找到更強大的自己 老師有粉專對不對 有有在臉書上有一個粉專 所以老師的粉專就是 因為是有一個團體在幫我 那她的全名是什麼 應該是叫做 我記得找蕭建華就會出現 是吧 只是我也忘記那個粉專的真實名稱叫什麼了 沒關係 就是應該 蕭建華 對 蕭建華 都可以找得到 不管你要給老師什麼樣子的話語 或是老師給你多大的能量 或是給你一句什麼樣子的話 讓你覺得 勇氣百倍 都可以上去跟老師去對話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生命鬥士蕭建華老師 還有朱欣怡是一張心理師也在現場 我們一同來訪問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喔 回到節目現場剛剛蕭老師的故事 那場火災 我想沒有一個人是可以承受下來的 但是蕭老師還是承受下來了 面對死亡 我覺得面對死亡是人最難的事情 雖然大家都覺得解脫很容易嘛 一死了之就算了 老師在面對這麼多的生理死別的時候 怎麼面對死亡的態度 還有你是怎麼去看待 老天給你的那麼多 讓你痛到真的是撕心裂肺 那比死亡還痛苦的一個折磨 如果簡簡單單 用死來結束這一切 我覺得這樣的人生 就真的白白的浪費了 死就死那麼一次而已 而且每個人都一定會走上這麼一條路 就死這麼一次 你卻要浪費那麼多的時間 浪費你人生當中那麼多美好的時光 去擔心死 我覺得這個很划不來 你怎麼不想著 今天你要怎麼好好的活 昨天你沒做到的 不要去後悔啦 把昨天沒做好的 在今天有機會就把它再做到最好啊 彌補昨天的遺憾 不要在今天又留下遺憾啊 人生當中 給了我這些好的不好的 為什麼還要再去挑 好的都給你 那不好的要給誰 給別人 你在抱怨老天對你不公平的時候 你就對別人不公平啦 為什麼不好的就要給別人 憑什麼好的就要給你 好不好不要挑 因為那一點都不重要 在你生命當中給你的這一切 你只需要把它全部都接納下來 用老天爺給你的這一切 來豐富你的人生 你說住在孤兒院好不好 如果可以選擇 我也不要 你說坐在輪椅上好不好 如果可以選擇 我也不要 就像我想問欣怡老師 讓你有選擇的話 你一定希望現在還能看得見 對 不好的我們都不要 但這些由得我們嗎 由不得啊 很多人面對了死亡的議題 會非常的害怕 會覺得無法想像那一刻的到來 但是就 蕭敬華老師來說 面對死亡 你會害怕嗎 而且我覺得那個可怕是 一點一點的失去 雖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一步一步的邁向終點 嗯 可是蕭老師是每一天 在面對你的失去耶 會害怕死亡的 一定都是不知道怎麼 好好活的人 所以老師不怕死啊 因為他對我來講 不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我該擔心的是 今天我要怎麼過啊 嗯 我要帶著什麼樣的好心情 把今天這個好日子 好好地把它過 明天不一定會為我而來耶 嗯 老師他其實剛才提到了那場大火 燒掉老師的全部 燒掉老師一個心愛的學妹 嗯 其實這種傷痛在腦海當中的盤旋 應該是佔據老師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對不對 嗯 你會很害怕想起這一段嗎 如果可以選擇不想 我也不希望 這樣的回憶一直重複著在 在刺痛我的心 不過我想說的是 痛 那當然痛 對每一個人來說 失去的這一切 你最心愛的 失去了你的一切 一定痛 但這種痛 不是承受不了 我只是忘不了 嗯 就是因為我面對了 我勇敢地承受下來了 走過了十多年 我才能夠活在今天 嗯 我想請教一下欣宜 因為欣宜是心理諮商師 嗯 其實每個人都面對自己的傷的部分 對 常常想要掩蓋住 對 或是想要忽略掉 或是逃避掉 是 面對自己的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嗎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我覺得我們肉體有傷啊 我們都可以透過很多種方法 把那個傷口遮起來 但是心上的傷喔 是 不管你想到看到聽到 只要接觸到空氣 你就一定會戳到自己的 嗯 所以它不可能被掩蓋 老師笑成這樣是什麼 當然 那真真確切成就發生過的掩蓋不了 真的掩蓋不了 嗯 我們能做的 也不是去美化它 而是 敞開它 當然 對 因為我希望 讓大家能夠看到這麼痛的過往 可以讓一個人變得這麼勇敢 是 也就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未來人生路上 遇到什麼樣的風風雨雨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挫折挑戰 不要害怕 嗯 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耶 嗯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那個傷痛 我們會比較容易接受 是因為它裡面不會掺杂太複雜的東西 可是 我聽到老師那時候在中場休息的時候跟我們說 你就 就近在咫尺的地方就看到滅火器 對就在那裡 可是因為你的身體我動不了 所以 我害了我的家 我可能也害了我的學妹 我保護不了他們 那裡面掺杂了好多的自責 你知道自責是我們心理學裡面覺得最難消化的一個情緒 你怎麼消化這件事 就像我那時候在醫院求天求醫生護士救我學妹的時候 我知道這場火災如果我有能力去拿起那把滅火器 後果不至於這麼嚴重 但就是因為我做不到 自責害死學妹 那是我再一次不想活下去的原因 不過也正因為這樣 如果我自責 我結束自己的生命 可以把學妹換回來 我願意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 我把眼淚流乾了 我把嗓子哭啞了 我房子一樣是一片廢墟 我也沒有看到我的學妹再回到我身邊來 擺在眼前的事實這個沒有用 那你用什麼來治療自責 愛 我看著老天爺給我的愛 謝謝他讓我在這一路上 經歷了那麼多別人沒有經歷過的 所以讓我在這一路上學到了別人學不到的 我具備著這樣的能力 在跌倒之後我會再站起來 學妹也留下了一份愛給我 我不能讓他白白的犧牲 我也不可以辜負老天爺 讓我還活在今天 因為愛 我勇敢 因為愛 我會堅持繼續走下去 老天爺也好 我的學妹也好 甚至於今天在座的各位 這份愛 就是讓我堅持下去的理由 今天我相信所有的聽眾朋友跟我一樣 在蕭敬華老師身上聽到了看到了巨大的能量 在心儀的對話當中 其實我們也學到了在面對痛傷口的時候 我們唯有去直視他唯有去面對他 我們才能夠讓自己更勇敢的站起來 在這邊受訪問一樣 如此的真誠 跟敞開心扉的跟我們去訴說他的人生故事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欣儀 謝謝 在我們的現場我們一起聽著老師的生命故事 也豐富了我們的人生 也讓我們覺得 哇生命的每一天 是不是真的該好好的珍惜呢 也祝福蕭敬華老師 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夠如此的精彩 然後把你的生命故事分享給更多人 給更多人勇氣 非常謝謝蕭敬華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